他就問我們 他是來自澳門的 我怕我記錯了他的名字 好像叫阿熊 他說他不知為何一輩子 都覺得自己沒什麼運行 怎樣努力都沒什麼運行 他想問問我們 是否跟他的父母來香港的時候 在澳門 在澳門 即是在內地去澳門生活 是否改了一個姓氏有關 他說了一個詳情 他說他八十年代 他父母偷渡去了澳門 由於當時的原因 是特赦取身份證 某些姓氏不可以放在身份證上 所以他的父母被迫改了姓氏 不是用原有的姓氏 唯有他們改了姓氏 但他發覺是否改了姓氏 改了姓氏後 一直都沒有運行 他寫給我們說 改了姓氏後沒有祖先庇佑 沒有任何東西 是否令到他一直都沒有運行 是否現在可以申請 因為澳門可以申請 改了原有的姓氏 是否就有運行呢 首先我們寧願相信老祖宗留下來的一句話 一命二運三風水 四積一三運六書 名字是最重要的 沒錯 你出生甚麼家庭 你現在走甚麼運 跟你的名字有沒有關係 會有一點 但他不是全部 可能我們放大一點來說 可能是十個百分之二十個百分之二 名字和姓氏是十個百分之二 對 已經是最盡的了 我覺得這個不是核心影響到運的問題 這是他的心結 他的心結 即是他覺得我改了姓氏 所以我沒有運行 這是他的心結 對 因為大家都知道 真正正要改運 要做事太多了 你細到風水 大到你的日常行為 這些都是你的改運之處 但也必須要承認一件事 就是排第一二那個 一命二運 三風水 對 沒錯 後面那些積音德 做善事 我們看很多書 那些人改運都是靠這件事 讀書改變命運 那名字有沒有 其實排第六 排第六 後來還接了六名七相八經臣 噢 名字擺在第六 所以我們說他佔的比例並不是很大 不過對於這位阿熊 其實他可能長期以往 我覺得因為這件事一直影響著我 在他的心裡有一個結 有一個結 流得越來就會成為心魔 可能對於他所有的事 因為簽名會用到他 然後你的身份證用到他 時刻刻刻看到他 他的心不舒服 是 如果是這樣我建議他改了 我建議它改回 先解結 改回原有的姓氏 心可能會平復一點 改了原有的姓氏 它會不會改了運 你看了它的八字 你說一命二運 那你已經看了它的命 它已經看了它的命 命是注定的 運是不斷走的 但是我看它的命運 都是普通人的命格 明白 男明有沒有狀容 你在行好運的時候 就幫你一點點 你在行衰運的時候 就令你沒那麼衰 但是它是一個這麼平的運 它可以改變到什麼呢 依然沒有波難 依然都是平平淡淡 是的 但是有些人很有趣 整個世都平平淡淡 平淡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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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